- 外面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約定好的瓶蓋人買回來了 就是 這個 BOT09咖啡封神 然後還另外多買了一包這個 BOT11重量瓶蓋 這個真的太搶手了 只有搶到一包 沒辦法搞八連射還蠻可惜的 那上一次開箱的特條龍 主要還是在測試這個合體後的功能 這一次我們來把咖啡的單體功能 好好的剖析一下 測試完畢之後 我們再來把它上色收邊 之後就可以拿去跟前面那幾隻團員啦 那我們就趕緊把這個先開箱宿主起來 GO 好那這個就是宿主好的樣子 跟上一次開的版本是長一模一樣的 就只有貼紙上的不同 那接下來我們在上色之前 想要先來做幾個測試 就是一個瘋神啊 單體的威力檢測 等等會挑幾隻 看看用同樣的瓶蓋 大家發射後的威力會差多少 測試完畢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上色 那我們接下來先往戰鬥場移動 好的那我們先來到戰鬥場 準備來做威力比較 那我們等等比較的平具呢 依照這邊黏了一個尺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瓶子 放在這條線上 然後我們的瓶蓋人呢 在這條線後做發射 看這個瓶蓋打到瓶子 它能夠退多遠 然後把這個數據記錄下來 再來做比較 然後我們會發射三次 我們首先從咖啡封神開始 測試的時候 一律就使用重量瓶蓋 好來就定位 瓶蓋戰鬥 GO 來我們看一下 退了大概3.7公分 來準備第二發 瓶蓋戰鬥 GO 哇沒有想到把它給打倒了 來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來第二發 瓶蓋戰鬥 GO 第二發是5公分 再來第三發 瓶蓋戰鬥 GO 第三發是5.5 好下一隻我們使用可樂丸 來瓶蓋戰鬥 GO 哇一次好像就突破5了耶 第一次採樣是5.2 來第二發 瓶蓋戰鬥 GO 第二次採樣是4.5公分 來最後一發 瓶蓋戰鬥 GO 來最後一次是4.6公分 來我們下一隻換水龍 那水龍跟雷神的中間夾彈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摺一來測試就好 好來測試第一發 瓶蓋戰鬥 GO 哇這個水龍發射的軌跡比較高 直接打中平身喔 再來一次 來瓶蓋戰鬥 GO 來第一次 直接超越前面的紀錄耶 5.5公分 瓶蓋戰鬥 GO 5公分 再來最後一發 瓶蓋戰鬥 GO 我的天啊這個上面已經被水龍打凹了 好押回來 我們再來一次 來瓶蓋戰鬥 GO 來最後一次是 4.3公分 接下來換我們的 玉露武士登草王 來第一發瓶蓋戰鬥 GO 第一發3.6公分 瓶蓋戰鬥 GO 第二發3.5公分 再來最後一發瓶蓋戰鬥 GO 哇打到箭都掉下來了 這樣子好像也沒有多遠耶 2.5公分 所以這個真的要把它裝好 不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發射喔 好我們來做下一隻 來我們接下來換葡萄戰狼 瓶蓋戰鬥 GO 來第一發是 3.9公分 再來第二發瓶蓋戰鬥 GO 第二發是3.5公分 哇又被打凹了 來最後一發瓶蓋戰鬥 GO 最後一發是3.4公分 接下來換我們的大魔王登場 我們直接一次用兩個重量瓶蓋來打看看 瓶蓋戰鬥 GO 哎唷第一發感覺不錯 第一發是5.7公分 來第二發瓶蓋戰鬥 GO 波及無辜啊 那我們看第二發是多少 第二發打歪了喔 才3.9公分 好再來最後一發瓶蓋戰鬥 GO 來最後一個是 5公分 好全部測完之後成績是這個樣子 那以上的測試呢 給你做一個參考 因為瓶蓋發射的高度呢 還是會對於這個測試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大家當一個參考數值就好 好測試完之後呢 再跟大家補充一點點注意事項 首先是他頭的這塊面罩 是很容易掉下來的 所以呢你可以在書局買到這種萬用黏土 把它捏一點起來 塞在它要裝進去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把它黏住了 而且要清理也很方便 再來就是這個加壓的部分 會跟可樂玩一樣 會有裡面那個卡榫斷掉的問題 所以雖然說加壓會變得很厲害 但是那個力道還是稍微要拿捏一下 不要還沒玩到開心的時候 就先把它給壓斷了 再來最後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這裡在組裝的時候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你在拆開合體 或是你想要把它拆開換東西的時候 都要特別的小心 還有發射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這個 往後是可斑的 這樣子發射瓶蓋就沒有威力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往內推 然後把它扣起來 這樣才能夠正常的發射喔 好注意事項看完之後 我們來看這張圖 本體裡面沒有那麼黑 比較偏灰黑的感覺 而且還蠻消光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裡面的本體也照這個樣子來做 那這外面的龍裝備 你可以看到這個 是非常的透明 然後也是比較灰色一些 那為了要搭配上一次這個雷神 外面是用鑽石銀 所以我們這個也不要把它做死色 我會在外面多鋪幾層透明黑 讓它的這個顏色 能夠再更黑一點 然後黃色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弄金色的上去 配色都弄好之後呢 接下來趕緊把它拆開 好 全部拆完之後呢 趕緊來把它洗一洗吧 上沙拉脫水 上沙拉脫水 接下來把這些全部丟進去 好 給它泡一下 接下來把它涼乾 好幾乎 應該要再用瓶子 再用水 再用水 加水 大沙拉脫水 再用水 然後再用水 就不會再用水 一點點 然後再用水 開始 再用水 水 用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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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